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节时间到了 虽然政治上的打压很厉害,左派也崩溃了 但是社会的发展和年轻人的成长是没办法停的 所以我们先不要受共产党影响的个别学生 整体的大学生来说都要改变 我记得在苏共入侵截黑的时候 港大有人发表支持截黑人反对苏共入侵截 1968年,港大的校政改革很重要 学生觉得港大是不行了,继续下去 一间最下塔的大学,这些整个发展 港大作为最高学,辅在中大也没有 看一间大学的时候,连里面那些精英分子 都受到外围因素的影响,思想转变 也受到内围因素的影响 就是香港的社会矛盾实际上不能让他们反思 到底怎样会这样,有没有改变呢 这两个结合的时候就会产生了大学生的思想运动 然后激进化运动 大学的激进化运动固然会在最高学府 在港大作为最高学院的时间 而在那些所谓野鸡大学也有出现 珠海本身是有派的学校 也出现了校方干涉学生会和学生部的事件 所谓有12个人在门外正在防疫 其实现在都有的,不要说我踢爆 跟着呢,中大未有 所以就是这两间大学 就是浸会呢 浸会应该 暂时都未有 理工都未有,太早了 就萌生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香港往何处去的一个话题 这个是要到如何呢 后来在中美建立1972年 建交这样一刻才到一个高潮 当然这个中间有几件的运动是交双发生 这个所谓中文成为法定语言的运动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运动 当时说 不同今天呢,我说英文的时候 为什么中文不可以做法定语言呢 为什么什么都以英文为准呢 当然我知道中文成为法定语言之后 都不能够抵抗英文的优越性 但是毕竟一经是法定语言的时候 整个社会就不能够说中文不难作训 政府也都和整个社会 都由于这个法律的通过 慢慢会开始有些行为主编 也都有一个保调的事件 保调的事件 这两三件事件交集在一起 就是有一个仁义村事件 即是关心国家 爱国 痛情弱势 思想解放就是当时 整个青年学生激进化的一个纲 其实那时有些人有说法就是 因为那时的国税派 有时都会回大陆去看那些示范单位 其实可能是国内一些组织安排 很多时就是说他们的重点就是希望 香港将来的发展 或者香港将来的左派运动 希望好像他们看到的那个示范单位 就是没有贫穷、社会平等等 这个国税派是依附中共的 中共提出来的一些社会的理想、政治理论 当然他们是会认为是对的 其实他们之所以跟中共就是因为 因为他们觉得中国是自己的祖国 而中国发生的一定会影响他们 而中国发生的事情 他们尝试用感性或理性的了解 就认为它是天堂 我认为了一个主要模特性 社会派其实也是 因为社会派跟国税派分别 国税派就是反对成文统治 不要资本主义 希望实行社会主义 国税派也是一样 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国税派就认为一党专政 之下的一国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天堂 这个社会派说不是 第二就是在香港的问题上 社会派就说 虽然间我们会回归祖国 我们都是走社会主义 但是我们不能够忽视在香港 现在存在的殖民地统治 和资本主义的剝想 而这个国税派就不是 就是说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事情 但是为了整个收回香港 和配合这个大陆的外交军事部署 香港是绝对不搞事的 可以说一下 可以作为一个宣传运动 这样说一下 教育一些人 或者帮一些人 但是就不能够 像社会派那样 是有整体的批判 对于 无论是对于国内的一党专政的批判 对于香港的资本主义的批判 和正民地主义政府的批判 非常之沉弱 而国税派就只抱着一件事 我们迟早都回归 那搞什麽呢 它所谓放逆关真 放眼世界 认识祖国 关心社会 争取权益 所以它放得很低 争取权益 所以在这点上 开始 国税派的人 开始相信 大陆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天堂的时候 它亦都会当共产党是它的一个盟友也好 或者支援也好 所以其实在这个问题上 国税派其实是跟随着中共的整个路线去转 而社会派就说不是 我们要独立的思考 因为一党专政是不对的 大家认为是不对的 社会主义是对的 这个共产党的角色是怎麽 它们有不同的看法 而在香港 对于香港现存的阶级矛盾 社会矛盾 政治经济的矛盾 它们都认为是不能够坐以待毙的 它认为在香港搞社会抗争 以至做发展到一个推翻 即是赶走这个英国殖民地的统治 其实是有利于整个群众的发展 其实那时国税派和社会派之间两班人呢 它会不会在一些社会背景啊 阶级啊 或者学历各方面 会不会有一个多大人不同 差不多 差不多 都是大学生 大学生和一些在社会里面的青年 中间讲青年基础运动 当然不只是大学生 有在这个补调运动 争取中文成为法政议员 和很多保障权 这个普通人的生活的权利上面呢 这个社会派都是比较更加行动 整个分析更加畅顺 而国税派就不停要为这个中共的政策辩护 是吧 譬如看到有这个一党专政 它说是必须的 无法人多 那些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 国税派和社会派的争论就是说 到底好像香港一样的地方 应不应该因为 一个大国 不论是它的中主角 也不是它的中主角 是要牺牲本身的利益 这个是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本意呢 它就是搞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在这一节里面 长毛都分析得很详细 讲到就是国税派和这个社会派本身的定位 所以其实你会见到就是说 国税派本身其实很大程度上 它是自己是一个 可能是中共的一个附属或附庸 就希望配合中共的国策 来到去进行它们的一些运动 但是社会派本身似乎 较为采出一个比较独立自主的取向 希望改良整个社会 令整个社会更加采用这一个公平和公义 相关讨论或者去到下一次 我们继续一会见 所以我们再请开个视频 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两个社会 就是大家一起的